大家好,我是刑资专业顾问公司KiKi Ho 我今天很荣幸得到Jog Market邀请来讲一个讲座 题目是关于职场签约大解剖 我相信大家打工仔入职的时候都需要去签约 或者有些人不需要签约 所以我们将来讲关于签约注意的事项 当我说到雇佣合约的时候 我相信有很多打工仔心里都会有些疑惑 包括有不少打工仔都曾经问过 是否雇佣合约一定要用书面去表达 是否一定要有书面的合约 签约了合约才会有雇佣关系 另外也有人问如果老闆没有意思跟我签约 我可以怎样做呢 也有人问如果不签约的时候 是否对打工仔有弊处 还是对雇佣有弊处呢 还是可能最后有争拗的时候 去到劳公署是否任我说呢 我相信有很多打工仔都有这些疑惑 甚至有些人都会问到 人家说如果老闆自己改合约内容 我是否可以当个雇主 即是当老闆解雇了我 有没有这些情况发生呢 坊间有很多这些声音出来 好 也有人会问我请了一个员工 又高学历又高级 我用很高的人工去请他 如果我在合约上面 我看到有些限制性条款 特别是哪些工种呢 他们可能是一些售货员 如果你离开了公司的话 公司都会担心你带着客人 离开了 通常在合约上面会有些限制性条款 何谓限制性条款呢 限制性条款就是如果你离职了之后 半年内都不能做同类型的工作 究竟这些会否合法 或者我们签约的时候 我们需要不需要去留意呢 我听过有很多的打工仔 他们签约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告诉我 他们都不会看合约的内容 到真的有任何勞资九分的时候 才看回合约内容 原来合约里面有这么多问题 而我一直以来 可能员工一入职的时候 他就没有留意过 所以在签合约的时候 我们都要看清楚明白同意才好签 好了 刚才我带了一些问题 我们讲一讲里面 究竟我们签合约 或者在雇佣条例下 对于打工仔来说有什么保障 好的 其实在雇佣条例来说 雇佣合约是一种合约法 是的 我们入职的时候 我了解清楚 雇佣条例用什么福利 用什么保障来聘请我们 是的 以自愿明白同意 来到签署合约的内容 OK 一经签署的话 即是你同意里面的内容 OK 当然 在雇佣条例来说 公司角度来说 其实雇佣条例可以按照他们的需要 要去写合约 一般来说 我们打工仔 我们做打工仔的话 雇佣条例已经一早已定有份合约了 所以我们接不接受份工之前 其实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看了份合约 是的 有些打工仔会问 不是会一入职的时候 可能HR或者老板 只是说了一些工作的要求 或者工作的条款 甚至简单的福利之后 他就没有给我签过合约了 这些要考虑清楚 对 因为可能很多时候都会面对有这样的情况 最终会酿成口同鼻咬 不是 当时入职的时候 那个主管答应过我 他会给这个福利我 为什么到最后我没有了这个福利呢 很多时候会变成口同鼻咬的情况 OK 在香港来说 是不是一定要有书面合约 有一个合作合约的形式 其实在香港来说 没有很规限 没有一定公司或者是雇主 一定要有份书面合约 聘请员工 OK 你会看到有书面合约 有口头协议 也有行为协议 有三种 当然 书面合约 白纸 黑字 写清楚 大家都明白那个条款 大家都明白员工是有什么福利 当然 那个真压就会比较少一点 好了 去到口头协议 我经常都说 口头协议很多时候出现口同被咬 NHK 可能雇主或前线主管答应了员工之后 可能又去到后面HR去到厕议 不知道运约全线主管 或上司然后答应员工这样 变成以口同被咬 口头协议便会有这个风险在 所以最好都是白字黑字 好像最近有些公司要求员工去放无身格 如果你用口头协议的时候 的确会有产生一些争拗 行为协议 我相信大家听到行为协议这三个字 都会打出个问号 究竟什么叫行为协议 行为协议顾名思义 是书面合约里没有写的 口头也没有提过 不过公司或雇主每个月或每一年都在做同样的事 这就属于一个行为业维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可能合约上写了员工底薪有一定的金额 再加上他有的勤工奖 基本上量单上每一个公司都要出给员工 员工每个月收到量单之后 就看到我除了有底薪 有个津贴之外 很奇怪 零零细细有一笔钱 不知是什么钱 但是雇主固定每个月都会出给员工 如是者出了很多个月 一年或者多过一年 突然之间雇主可能 员工发现 那个量单上没有再出现这个金额 是的 试过有员工的确是去劳工处追回这个金额 而去到劳资審柴处成功追到 其实在这个情况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个行为业细 OK 甚至我可以多说一些 有时我去港港座的时候 有些打工时 他们都会跟我说 合约上没有写我有商量 是的 口头老闆都没有给 没有说有的 但是每年的量单 或者我打保 我都见到老闆给了商量 那这个就成为了行为的业细 OK 书面有没有写 口头有没有说 但是行为上他会做的 OK 那这个是行为协议 可以吗 是的 所以不用担心了 是的 如果有人会再问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要签了合约 我和公司 或者我和雇主才有雇佣关系的呢 不是的 是的 口头协议都可以的 OK 行为协议都可以的 好了 作为雇员 当我们签份合约的时候 当然我们真的要逐版去看清楚 OK 股庸合约 有些是一张纸的 有些是十张纸的 有些是三张纸的 那你看清楚 其实没有说是多少张纸的 没有要求的 是的 那你看清楚 合约里面的条款 你是不是清楚明白了 是的 我想大家第一次看的 都会看那个薪酬 初时他说用多少钱请我 看回合约上面 他写多少钱 OK 是的 除了看多少钱之外 我想大家都会看个福利 咦 公司会有什么福利给我呢 究竟他是按照雇佣条例给福利我 还是可能是优于法例 是的 给很多福利的 例如可能红八价 有些子女读书价 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那些福利 OK 好了 通知期了 通知期其实是说 大家双方要终止雇佣关系的时候 就要给通知期 是的 我都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因为未必可能公司 是会根据雇佣条例去定通知期 大家都留意一下 假设可能雇主要解雇我的时候 或者我想和雇主终止关系的时候 究竟我要给多久的通知期 或者我不给通知期的 我给钱 我们要代通知金 给钱 是的 完结了关系 OK 好了 另外 有没有工作内容 究竟我做这个职业的时候 是的 究竟我的工作内容是需要做些什么呢 是的 另外 有没有一些限制性条款 或者有些保密条款 OK 有些工种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一些公司的敏感资料 都会有这些条款加进去 特别是保密的 是的 保密条款可能说 你知道公司一些内部的资料之后 你不可以公开 亦都不可以在Facebook 或者一些公开的媒体里提到的 OK 是的 你签了你就会同意了 限制性条款也是 譬如有些是Top Sales 或者一些补习老师 你看到合约 它会写明 你离开了公司之后 可能半年 甚至几个月后 你都不可以做同类型的工作 是的 你看看你同不同意这个条款 如果当中里面 你不同意的条款 其实你作为雇员 你可以尝试和雇主去谈一下 谈一下合约条款 因为一个雇佣条例来说 这个雇佣合约是由双方协定的 你可以提出 其实那个条款我不是很想有 或者我都担心 你可以先问清楚公司 OK 好 第二点 保留公司一切文件 OK 为什么要保留公司一切文件 我去一些大专院或大学去讲的时候 我发现有很多打工仔 签了份合约之后 那份合约不理会 甚至有个人跟我说过 我拿出来占布底 OK 当然我建议大家保留文件 为什么呢 可能当中日后有争议 或者有争拗 那当然不期望这件事发生 但当有争拗的时候 起码你都可以拿出合约 去到劳工处 说回去 当时我们签份合约 有这样的福利 OK 那就可以保障你自己 第三点 和僱主发生争议的时候 不要顺口开河 口说 OK 过往呢 都有一些可能 打工仔 可能和僱主 在工作上 有一些争拗的时候 通常他们会 弹出一句说话 出来的 我明天不做了 那 僱主在想 我明天不做 那就是说 你自己辞职 是不是 我们会有个感觉 给别人 我明天不做了 那就是等于你自己辞职 你自己辞职 的话 刚才我都说过 要给一个通知期 或者代通知金 OK 所以 不要那么轻易 口头 去终止一个合约 OK 或者你很生气 你可以离开现场 或者你真的决定 我真的不做份工了 OK 那你可以 和僱主直接说 是 处理完余下的通知期 和代通知金的事宜 OK 好了 第四点 切勿无论签处任何文件 那当然是你不同意的时候 OK 近日可能有很多打工仔 你们都会同意 背主那个无薪假 没办法 大家可能要抗疫期间 一起去抗疫 是的 要 要 要同意 大家都 有些员工 我知道他都同意的 是的 那你同意的时候 那你就看了文件的内容 你就签署确认 OK 但如果你不同意的时候 其实你有权去拒绝 OK 例如可能有些警告信 我不同意内容 是的 你可以不签 也可以 是的 或者离职书 离职 有些僱主说 你不做份工 你要是自己辞职 自己辞职 自己辞职 可以赔回那些补偿 给你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同意 文件里面的内容 我觉得你可以开门见山 跟僱主先谈 是的 可以吗 如果你同意里面的内容 不需要去谈 那你签了 同意就可以了 OK 因为签了文件内容之后 你日后反备的话 你就很难推翻这份文件 可以吗 好了 第五点 提防护不追究条款 OK 有些公司会在合约上 写明护不追究 现在公司 就补偿了金额给你了 是的 你不同意 你同意就签名了 是的 我们会护不追究 OK 那你可以考虑清楚 这些条款 你自己同不同意 是的 好了 第六点 有任何雇佣合约 抵触了法例 会视为无效 员工仍然可以作出追讨 这个我讲清楚 多一点给你听 其实在一个雇佣条例来说 很保障雇员 是的 合约上面有任何一个条款 抵触了现在雇佣条例 里面的一些法例的条文的话 其实是可以视为无效 由法庭去决定 OK 我举个例子 譬如雇主跟你签份雇佣合约 而雇佣合约上面写明 你得六天的有身年假 是的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 其实 如果我是一个打工仔的话 我其实我年假最少都有七天 如果他签了六天的时候 而我又真的签了名 是的 当最后去到法庭的时候 这个条款 其实可以被视为无效 因为它抵触了法例 是的 法例最低要求 那个有身年假 是要有七天 但如果合约上面写六天的话 那就抵触了法例 所以我经常都说 看清楚合约才好签 或者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 问回雇主 或者跟你签约的HR 基本雇佣 基本雇佣条例下的权益 顾主要准时出量 扣身会有限制 而雇佣条例底下的权益和福利 顾约必须符合连续性合约的要求 OK 好了 大家都要留意 因为我最近也有人问我 最低工资这个问题 现在最低工资 其实已经去到37.5 由去年5月开始实施 OK 好了 支付工资 准时支付工资 其实是雇主的基本责任 简单来说 我们以一个月来看 1号去到每月的30号 或者31号 2月份可能28、29日 OK 好了 这是一个工资期 好了 如果完成工资期之后 7日内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 老闆7号之前要出量给我们 其实是法律要求雇主 7日内 就要向雇员支付薪金 OK 如果你不支付的话 会有机会献身 对 献身的证位是刑事的 OK 所以其实就要侍负了 可能未必每个公司 每个公司都是说 每个月的月尾 即31号 或者30号 是那个凉期的 我见有些公司 可能是每个月的25号 就是它的凉期 那你都要看清楚 那是什么时候出量呢 OK 好了 那我要说了 究竟哪些人才可以 我会想有顾庸条例下的保障 那我相信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听过 418这三个字 我想有些可能会听过 有些可能未听过 好了 究竟我没有福利呢 我们经常都会看三个数字 418 那什么是418呢 418是一个门栏 只要我符合418 我就会像图案那样 我就会是畅通无助 我要享有顾庸条例底下的福利 但如果我不符合418的话 我就会被人拦住了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没有这些福利了 OK 好了 418呢 我们经常都说的 看那个顾庸福利 我们不是说你是长工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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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天到星期六或一个星期 这个星期内 究竟你会否服务到 僱主的工作时间 超过18小时或以上 你可以一天内 做20小时 我便足够100小时 或者你可以在一个星期内 每星期做6小时 每日5天 就30小时 就超过法例所说 18小时 如果你在这样的工作情况下 连续每个星期都有 这个已经符合418 你已经可以享有 雇佣条理下的保障 年假、劳工假 有12天 病假、产假、时产假 长期服务金、险散费 那些福利我们都会有 但你说不是 我在公司一个星期做一天 每天都是做9小时 即是说可能你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只做9小时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不符合418 因为法例所说 要做到18小时 如果你每个星期只做一天 你都是属于他的雇员 但你会没有了福利 没有了假期的福利 但强职金那些都会继续有 因为强职金和雇佣条例 是两个条例 我听过有些打工仔会问 我不够418 我便没有强职金 绝对不是 OK 是两个不同的条例 OK 好了 再提醒大家 当终止雇佣合约的时候 可以根据下列的形式 去到跟雇主终止 或者雇主亦都可以 跟你这样的情况下终止 就是给个通知期和国内通知金 一般大家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 过了Provation 即过了试用期 通常都要给一个月的通知期 顾住 OK 留意一下 看看份工里面究竟有没有试用期 Provation这些字眼 OK 过了试用期的话 一般来说通知期是给一个月的 是的 如果你说我不想做一个月 很简单 那你赔一个月的钱给雇主 或者反过雇主炒你的时候 雇主赔一个月的钱给你 双方都是一样的 通知期 不会说雇主炒我就要给通知期 我炒雇主就不用 好了 留意了 在合约里面 如果是有Provation 基本上第一个月 是不需要给任何通知期的 是的 你即时跟雇主说 我觉得我不适合分工的 第一天上班 是的 那我就想今天做完之后 我就离职了 是的 那一天不是叫试工的 我知道有些大学的学生 我帮我听 有试工的 要有试三天 在香港来说没有试工的 是的 你做了一天 做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是的 作为雇主 他都要给你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一日的人工 是的 没有试工这一样东西 可以吗 那就留意一下 如果合约里面 没有订明的时候 有些合约会写明 你没有Provation 你没有使用期 按照法律来说 你不早 即使你回第一天也好 你不早 你都要给一个月的通知期 所以要留意一下 对 离职的时候 究竟我要给些什么 补偿给雇主 好的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知道 多些劳工法例的话 那其实呢 我也follow我的Facebook 我定期都会放一些 不同的案例 或者一些 可能关于劳资的 的新闻 我都会放上去 好的 多谢大家 抽了一点点时间 去听我这个讲座 多谢